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最近美國又有一位重量級人馬 就來了我們中國做訪問 這個人曾經做過美國國務卿 他的名字叫做克里 現在雖然卸任國務卿 也有一段長時間 但在今屆的拜登政府裏面 就給了一個梯圖 就叫做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 最近美國來我們中國訪問的官員 大多數都是圍繞一些經濟合作 改善中美關係的話題來訪華 為何無緣無故拜登會派一個氣候特使過來 這個情況就好像兩個競爭對手 大家鬥到面紅耳綠的時候 突然派一位高層訪問對方的公司 說不如我們坐下談談佛計 究竟拜登派這個特使克里來到我們中國 是什麼胡蘿又賣什麼藥呢? 我們稍後回來就談談 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大家好我是小明 在我們香港迎接著泰利颱風的時候 而在另一邊廂俄烏衝突之中 一個可以說是俄羅斯最重要的地方 克里米亞大橋又再次發生爆炸 而今次爆炸的原因 官方就說到俄羅斯的警方和軍方已經在調查中 但如果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應該就是烏克蘭那方面發出的攻擊 以及我們也會分析一下 今次攻擊的破壞性 其實是遠超越上一次克里米亞大橋被襲擊 我們稍後回來就會跟大家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讚好留言和訂閱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還要記得幫我們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影片 最近美國又有一位猛人來到我們中國 進行為期幾天的訪華行程 以及就著怎樣合作去應對氣候變化來交換意見 什麼?原來是就著這些氣候來交換意見? 這是什麼人?又說是猛人? 真是猛人 他的名字叫做克里 曾經在奧巴馬做總統的年代 這個克里做過國務卿 由於奧巴馬下台後就是特朗普上場 特朗普和奧巴馬是不同黨派的 結果克里被特朗普扔到米亞 然後特朗普的任期就完結了 接著就到拜登上場 拜登和奧巴馬都是民主黨的 自自然而總統可以任命的人士 都是跟自己有政治關聯的 拜登又在米亞找回克里 找回克里又不是做國務卿 出任什麼職位呢? 就給他一個名銜叫做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 這個特使的職位是拜登任期開始 美國才有的 以前也有一個類似這個職位的名銜 就叫做白宮國家氣候顧問 這大致上就是什麼美國總統的特使 克里的背景來歷 我們之前看到美國派高層來訪華 不是布林肯就是耶倫 這些帶有很強的目的性 大家也猜到他們來到我們中國 打著想改善中美關係的旗號 但想我們中國買他的國債 來幫幫美國 但為什麼這次會派氣候問題特使過來呢? 原來這個舉動內裡大有乾坤 如果說起氣候變化的話 現在全世界全地球來說 在氣候變化這個大命題當中 有什麼最重要呢? 就是碳排放 或者大家可以叫做碳中和也可以 也即使大家交換一下意見 談一下如何降低溫室氣體 碳排放 令到全地球的氣溫不要持續上升 為什麼美國要來到我們中國 跟我們講這些議題呢? 難道它本著一個交換意見學習的心態? 絕對不是 大家需要知道 為什麼這個地球的碳排放量會不斷增加? 原因就是整個地球的工業都在發展 尤其是我們中國被譽為 世界工廠這個名號 因為這幾十年間我們中國透過我們的發展 就令到我們的工業非常發達 在我們中國的工廠是非常多 無論是重工廠、輕工廠、製造或者加工都好 有工廠的地方就會有碳排放 再加上這幾十年間我們中國人所擁有的汽車 是不斷增加 這些情況我們可以說到是一個落後的國家 演變成一個發達的國家的必經階段 之中帶出來的副作用 就好像我們大家讀歷史一樣 地球上最早發生工業革命的就是歐洲 歐洲在工業革命之後就開啟了這個潘朵拉的盒子 令到整個歐洲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面 他們的工業水平是大幅超過世界各地的任何地方 還要拋離一大段距離 而在那段時期裏面 歐洲的碳排放是非常之厲害的 所以當美國人拿著這些氣候問題過來我們中國 說就跟我們交流意見 其實他美國人想帶出些什麼呢? 就是企圖用碳排放這幾個字 來道德綁架我們 以前這個地球的人 大家不太著重什麼叫碳排放 後來經過很多環保團體 不斷地說 說到一個國家去減少碳排放 就是他們的道德指標一樣 我再舉個逐點的例子 就好像每個人吃完蒜頭都會放屁 西方世界他們最早吃大量蒜頭 他們當然一早就放屁 但當我們中國人吃蒜蓉開邊蝦的時候 他一個西人就走過來 我們交流一下如何減低放屁的問題 大哥你吃完蒜頭 我還沒吃完 然後就跟你說 吃蒜頭不好的 會放很多屁 如果要做一個負責任的食客 就不要吃那麼多蒜頭 你們吃飽了當然這麼說 所以西人就想你們 如果達不到放屁的最低標準 就用放屁來道德綁綁你們 要你吃少點蒜頭 所以當碳排放被他們營造到 好像一個道德綁架一樣 如果你們不想受到他們這些指責的話 最直接的方法 你們就要減低自己的工業規模 減低了工業生產規模 大家都知道我們中國是第二大的工業大國 暫時第一大仍然是美國 如果在這個時候我們中國的工業發展 是受到這些枷鎖影響 而降低了增長速度的話 最後得益的會是誰呢 美國肯定是 因為他們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的名銜 就不用被我們中國所取代了 換句話說 即是不想我們中國超越美國 不過美國人這些想法 對我們中國來說是沒用的 因為近年以來我們中國對於這個碳排放所做到的事 簡直可以說到是世界有目共睹的 我們中國除了是大力發展新能源的產業之外 其實我們早就意識到 有某一些污染性大的工業 我們需要規範它 或者將那些工業搬到境外 例如東南亞國家 雖然這些工業轉移 就不是一時間可以完成 但最起碼大家在新能源這個話題上 很明顯我們中國已經在領先全球了 大家在世界上哪一個地方 看到新能源車的機率是最大呢 而且數量是最多 就在我們中國的城市 而且我們還是很積極地 用新能源的汽車 替代本來的燃油車 無論是私家車 貨車 或是巴士 另外美國人的謀算 不僅僅是謀我們中國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這個氣候特使克里是拜登派過來的 拜登是民主黨的 他的對手就是共和黨 我們經常都說美國是兩黨相爭的 所以也有一說 美國是兩黨專政的國家 共和黨最大的資本 就是有美國的石油富豪撐住 現在拜登說出來跟你說環保 那就是變相在打擊石油企業 那打擊了石油企業 即是打擊了共和黨的金主 那就是在打擊自己的對手 所以美國政府做的很多動作都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他們某些決定是神神化化 就好像特朗普 他上場的時候 他就說要退出什麼巴黎氣候協定 但是到拜登上場 他們又想加入 因為那些巴黎氣候協定 對特朗普背後的金主 是會形成不利的 另外拜登上場沒多久 他簽署的一系列行政命令 包括取消一些輸油管的興建許可 取消一些轉探石油的許可證 或者暫停開發某些區內的石油 其實拜登這一系列的手段 就是想削弱共和黨方面的力量 而大家在這年紀以來 俄烏之間的衝突 是令到很多石法能源價格提高了 因為俄羅斯本身是一個盛產石法能源的大國 那些什麼北溪的輸油管又被美國炸了 經烏克蘭的油管又斷了油 當然石油當然是貴 但是這段時期裡 拜登為了攻擊他的對手 拜登竟然在美國踏了一個道德高地的台 然後就來指責美國的石油公司發戰爭財 難道你美國不是發戰爭財? 人家都是趁打仗來賣石油而已 你們美國的老本行是做什麼? 趁打仗來偷石油啊 所以搞氣候問題 對於拜登政府來說 又可以牽制到我們中國 又可以牽制到他美國內部的敵人勢力 還可以透過牽制我們中國的發展 來搞其他發展中的國家 簡直對拜登來說就是一箭雙丟 而且接下來就是美國總統大選 拜登也知道自己有可能連任不了 以他的精神狀態 但不要管就算他不能代表民主黨 去爭取總統這個寶座也好 他也會繼續打擊敵人共和黨的力量 這就是美國風格 在當地時間7月17日凌晨時分 這一條連接著克里米亞半島 和俄羅斯本土其中一條關鍵的通道 克里米亞大橋發生爆炸 在那個時候克里米亞州長立即發表聲明 就說到這個克里米亞大橋發生了一個緊急狀況 這條大橋中間的145號橋等就發生爆炸 所以立即暫停所有通車 而那個爆炸原因 現在是俄羅斯警方和軍方已經在調查 其實在俄烏衝突開始後 烏克蘭爾方面已經是多次和企圖炸毀這條克里米亞大橋 大家還記不記得去年10月份的時候 烏克蘭爾方面就派出了一輛自殺式貨車 而在自殺式貨車上又裝了大量的爆炸品 到最後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就是這輛充滿爆炸品的貨車 到克里米亞大橋中間的時候就發生爆炸 雖然事後俄羅斯方面已經迅速修復這個克里米亞大橋 但也難免打斷俄羅斯的士氣 我們說回這次為何烏克蘭要在這個時間點裡襲擊克里米亞大橋 其實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就是大家都知道烏克蘭在這段時間裡不斷地拿到西方軍門 但是拿了這麼久的軍門也差不多拿了一年多 但是有關俄羅斯的戰事上烏克蘭在俄羅斯的衝突中又拿不到一個很大的戰果 而且最近阿扎蓮就去了北約峰會上 也受到西方國家不同領導人的冷落 其實拉長了這麼久的俄羅斯衝突 其實西方國家已經對於烏克蘭失去所有信心 而阿扎蓮在這段時間當然想拿出一些戰果 所以襲擊克里米亞大橋就是最能夠顯示他們烏克蘭在這次烏烏衝突上 可以說是阿扎蓮最卓越的成績 而第二點就是俄羅斯之前發生了瓦加納叛變事件 這個瓦加納叛變事件我們香港青年之前有一些影片也有說過 而大眼也在影片裡詳細地分析過 究竟瓦加納集團的僱傭兵是否真的叛變了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但基於這兩個原因 美國不知是否就聞到一些戰爭的味道 所以早前他向烏克蘭提供了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以及受國際爭議的雜速彈藥 其實基於這兩次克里米亞大橋的襲擊 我們很明顯地看到 這條大橋就是烏克蘭的重點攻擊目標之一 因為阿扎蓮之前也提過 戰爭是由克里米亞開始 也要由克里米亞結束 我們可以看到烏克蘭 從來沒有放棄過奪回克里米亞 即使現在有很多俄羅斯士兵 在這條大橋附近駐守 但最近烏克蘭方面 因為得到很多武器援助 例如遠程導彈 所以只要俄羅斯軍隊稍有疏忽 克里米亞大橋有機會再次遭到襲擊 當然所謂的再次應該是7月17日 也就是昨天的時間 在這次克里米亞大橋再次遭到襲擊的事件裡 至少造成兩個人在這次的襲擊中遇難 但我們看看這張圖 這次爆炸所造成的破壞 就不單是像上一次一樣 有一部份的大橋倒塌 而是整條大橋的橋體傾斜了 我們看到這次的襲擊 在維修難度上 比上一次的襲擊更加困難 這條克里米亞大橋 其實它採用了一個雙向四車道設計 也即使同一條大橋 就有兩邊的行車道 互相不會影響大家 我們看到這次襲擊 其中一面的橋 有部份的橋體已經脫落了出來 而且其他部份還嚴重傾斜 而另外那邊的橋體 也出現斷開的情況 即是意味著整條克里米亞大橋中間的145號橋等部份 已經完全喪失了通車的能力 但為何說到是比上年10月份的時候 那個破壞性嚴重得多呢 因為去年阿米亞一輛貨車在這條大橋上經過 之後它採取了一個自殺式的襲擊 之後整條大橋就發生了爆炸 但那次的爆炸只是摧毀了其中一面的橋面 而另一面仍然是能夠通車的 去年襲擊這個克里米亞大橋 烏克蘭的手段大家就已經清楚了 而今次的克里米亞大橋襲擊 因為俄羅斯的警方和軍方人員 仍然在調查中的原因 所以我們就能夠提出一些可能性 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烏克蘭那方面 派出一些自殺式的潛艇 去到這條大橋下面之後就進行爆炸 畢竟海面和橋面有相當的距離 所以這輛自殺式的潛艇的目標就是橋等 而另一種可能性就是烏克蘭那方面派出了一個特工 去到這條橋等上安裝炸藥 而這樣做也有好處 就是可以精準定點爆破 因為這麼精準 所以需要用到的炸藥也不是很多 我們從現場的情況來看 找一個烏克蘭特工去做精準定點爆破 可能性應該是比較高的 至於說到烏克蘭如何派出特工出來 而又不能被俄羅斯軍方發現 因為早前在克里米亞大橋爆炸之前 俄軍方面正在做防空作戰 說明是防空作戰 當然就會發出很大的聲響 所以我們不排除烏克蘭方面 用無人機或導彈幫烏克蘭特工 偷偷地安裝爆炸品進行掩人耳目 以及發生今次襲擊的最重要一點 因為烏克蘭方面在上年10月份的時候 不是也是襲擊過克里米亞大橋嗎 但這麼辛苦的襲擊 俄羅斯方面就用12小時就解決了整個問題 到最後還能夠順利通車 這些都是雜年完全想不到的 所以這次烏克蘭方面搞出這樣的襲擊 破壞了兩條路面 令俄羅斯方面斷水斷糧又不能通車 這些就是阿澤連在短期之內在戰事上 取得重大的突破 要知道這條克里米亞大橋 對俄羅斯有多重要 因為在這場俄烏衝突上 這條克里米亞大橋是一個最重要的補給路線 俄軍之所以能夠源源不斷地拿到補給 就是因為這條克里米亞大橋太重要了 所以俄羅斯方面才會對這條大橋上駐重軍 擺放遠程防空系統 不過能夠發生這兩次襲擊 只能怪俄軍方面太不小心了 上次說因為沒有檢查過這些車輛 令到上次裝滿爆炸品的貨車 能夠偷偷地進入克里米亞大橋 然後爆炸 而這次若然在烏克蘭方面派出一個特工出來 走到這條橋等安裝炸彈的話 也是俄軍的疏忽 看法普京方面應該真的要加強一下 這條克里米亞大橋所通車的車輛 進行一個嚴格的檢查 不能夠再給同類型的事情再發生 因為有關俄烏衝突的情況 最近烏克蘭方面就意氣風發了 因為美國方面又說要提供什麼系統給他 又說提供什麼雜速彈藥給他 而且也有傳阿澤連最近得到很多英國提供的巡航導彈 所以俄羅斯方面真的要小心為上 不過這次阿澤連能夠攻擊到克里米亞大橋 他當然是非常開心 因為他能夠交到功課給這些西方國家的元首看 所以這次襲擊克里米亞大橋 可以說他是澤連司機最後的掙扎 若然他不能夠交一點功課給那些西方國家 很有機會西方國家若然斷了軍門的話 烏克蘭就要接受喪失土地的現實 還有拜登若然在美國總統大選落敗的話 下一屆美國總統也有機會停止對烏克蘭所有援助 畢竟現在美國的內政已經非常混亂 而有關美債的問題也相當嚴重 他又怎能拿到這麼多錢去支援烏克蘭呢? 怎麼說也好 整個克里米亞大橋襲擊事件已經引起全球關注 也可以說到這個俄烏衝突是推向了新高潮 至於接下來俄羅斯方面會不會進行更多報復式襲擊 我們就繼續留意一下未來俄烏的局勢 今天我們香港青年頻道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香港青年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